北北基是一日生活圈 但基隆民众到双北 最方便的现在只有台铁 终于等到基隆捷运拍板了 基隆捷运综合规划 横跨基隆双北三个县市 超量耗质系统 将跟执行中的捷运系东线 还有规划中的明系线整合 目前包含南港站 南港展览馆 六堵 七堵跟八堵 在张树湾还有捷运系东线交汇 由新北市捷运局通筹办理 新北也愿意承接基隆捷运的建设 以及营运责任 新北接手启动基本设计作业 预计年底会完成 基隆捷运估计2033年 就会完工通车 基隆捷运总经费 696.89亿元 中央分担大概是520亿元 市政府当中 新北的负担是最高的 大约是71亿 台北市57.5亿 而基隆47.9亿元 我们基隆的 刚开始的盈亏 一定是会非常的巨大 所以我在这边也要恳请中央 这个要跟这个争取 最盈亏的部分 因为基隆的县市的情况 财政比较拮捷 只是基隆捷运第一阶段 是南港经系指到八渡 并没有进入市区 基隆市府已经争取第二阶段 由八渡到基隆市区路廊 可行性评估 经费大约是2000万元 只是现在中央火速通过基隆捷运 不过恐怕还有很多部分 有待厘清跟调整 八大新闻综合报道